如果你在这两年里面 其实买了英国物业的话 我相信你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你不单止赚了楼价 亦都赚了回率 更加在去年 见到英国的出租 是非常之强劲的 分分钟你的出租的楼价 是比你预计是更加高的 真是叫做一战三调 其实见到这两年里面 英国的疫情之下 英国物业都可以有这么强劲的增长 尤其是在去年 英国物业是更加得到了 双位数超过10%的增长 英国这两年升了这么多 到底在2022年又会有什么表现呢 其实过去就不要再看了 我们来看看今年 到底英国有什么可以部署 你看到虽然英国在 没有这个所谓Stand Beauty Holiday 这些优惠之下 但是我相信楼价都会是 非常平稳的升值的 因为英国其实已经决定了 和这个疫情并存的 所以你见到很多的金融地区 人们已经开始回来上班了 所以无论是说出租 或是说楼市的需求量 是极之大的 这个数字已经在去年 2021年已经是反映到的了 再加上英国人 其实最主要的买家 都是来自本土 海外人士是占了一小部分 再加上BNO5加1 会持续令到很多香港人 都会继续对这个买英国楼 是有兴趣的 我觉得2022年 英国的屋 独立屋 连排别墅 依然会是最好表现的 除此之外 我觉得 2022年最大的突破 就是伦敦的apartment is back 为什么呢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 因为2021年 虽然你见到伦敦的apartment 的成交量不大 但是这件事 会绝对在2022年 有很大的反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巴明汉和曼城 这两年都涨了非常之多 其实有些楼 更加是贴近35万磅 但是如果你看回London的apartment 三环 四环 五环 楼价都只是四十几万磅 去到差不多六十几万磅 已经可以买到两房单位 在这个时候 买家就会考虑 我有这笔钱 为什么不选择伦敦呢 为什么要在曼城和百明汉呢 因为想当年是比较价钱 所以在2022年 你就会见到London is back 的时候 买家到底可以有 几大的利益 再说完 大家如何部署呢 因为有些香港人始终想着 我未必要立刻过去英国住的 我可能会计算两至三年 到底我的部署会是怎样呢 这个就更加是会反映到 如果我要两三年 我不妨买一个在伦敦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论是四五环六环的地方 买一个世界的apartment 你始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叫什么 一个foundation 你可以买来当投资 然后过去的时候 你喜欢就继续住 不喜欢也可以把它买出去 赚取你的利益 再买一个大一点的楼盘 始终是一个踏脚石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family 甚至乎香港人 都会选择回London为一个市场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 英国已经升了两三年了 到底还是不是很贵呢 还值不值得买呢 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买英国 甚至买全世界 都是在看三低一高的 我觉得英国始终是一个三低一高 何为三低呢 就是说楼价 汇率 和银行利息 是依然都是低的 虽然已经高过这两年 但是呢 都是非常之吸引的 而出租 刚才我们都说了 它不单止是没跌 它反而是更加比去年 和前年是升了的 所以其实英国 依然是持有三低一高的好取舍 所以我觉得英国物业 依然是值得大家去考虑 和去投资的 等会儿 再来 再来 彼加 还是 糟